而这次横春皮仔头社区可以说是严重的淹水 还有旅客有30多位行程大受到影响 一早情况如何 我们连线给在这边的记者高梦柔 好 目前在横春的皮仔头这边 因为刚刚大雨不断 而且又是倾盆的大雨 所以原本已经干掉排斥掉整个鸡水 现在又开始积了起来 我们看到就旁边 最深的地方的鸡水 已经又到了小腿的一半的高度了 这个鸡水速度正是非常快 才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这个下雨的雨量还是非常大 我们沿路往后看 其实这整片马路上 原本昨天都是淹水淹到腰部的地方 不过在今天早上的水 全部都已经退干净了 全部都退掉了 不过在一场大雨之后 一个小时之内又开始积了起来 可见这里的排水的系统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差 这里排水的量也是非常的差 旁边是农田 跟这个马路已经没有界限了 我们看车辆经过的时候 都会激起这个高高的水花 而且旁边都还有排水溝 所以这其实走起路来是非常的危险的 而且现在又开始打雷闪电了 开始又要下起大雨了 那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工程车 还有抽水机车到处在抽水 不过似乎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因为这个大雨又开始下了 只要雨不停 这个机水就不会消退 而更据了解 在这个汽车旅馆里头 昨天还有受困到好几名的民众 现在没有出去的话 可能等一下也出不去了 有些香港的旅客 由于是搬机的问题 也无法及时离开这边 又恐怕要被洪水给困住了 那目前在恒春的鼻仔头 又开始积雪了 最高的地方 已经开始要超过半个小腿 这么高的深度了 所以请民众还是要小心注意 以上现在恒春的这些情况 将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好 谢谢慕柔 在早上是有30多位的旅客 后来是已经出来了 不过还没有出来的旅客 还有当地的居民 目前这边又因为雨势的关系 又开始淹水了 最近状况会随时带您关心 好